大家好,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款琳兰花杯垫的勾针方法 首先呢,第一圈是环心起针,然后勾一个长针 长针之后一个锁针,锁针之后继续一个长针,一个锁针 就以这个为规律,勾12组 就以一个长针,一个锁针,唯一组勾12组,然后收线 接着我们开始勾制第二圈 第二圈就是在每个锁针的动眼入针 然后我们可以考虑换个线 勾先起两个锁针为起立针 然后在锁针的这个动眼开始勾制 先在每一个动眼勾两个长针 长针之间呢,用一个锁针作为间隔 继续来到下一个动眼 继续勾制两个长针 然后一个锁针为间隔 在勾的时候可以把那些线 头给它收进去 好,以这个为循环呢 我们把第二圈勾完 好,第三圈 第三圈是不用换线 然后我们还是在锁针的动眼入针 这个时候需要勾三个长针 然后用两个锁针作为间隔 勾十二组 就每组就是三个长针 然后两个锁针 都是在那个锁针 上一圈锁针的动眼去进行勾制 三本一会儿 接着这个门 一会儿 这就是这么小针 再给你一个毛鯌 没听说 我们来说 我们是直接的 这样子 好,不容易 很高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接着呢我们就要开始换线 换线勾至叶子叶花托的部分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的 在锁针的动眼线入针 然后勾一个短针 用短针之后勾五个锁针 锁针之后空一个针目 然后到下个针目做继续勾一个短针 短针之后继续勾五个锁针 然后再空一个针目 就来到了那个锁针的动眼处 继续勾一个短针 然后五个锁针 再空一个针目 来下一个针目继续勾短针 反正大家在勾的时候 可以试着把线头就顺带 顺带的给它收一收 就一直以这个规律 一个短针五个锁针 然后空一个针目继续一个短针 五个锁针把这一圈勾完 还有一个针目继续勾的 这一圈勾完 一圈勾完 所以两个针目继续勾的 对这一圈勾伡的 一圈勾完 二圈勾完 三圈勾完 一圈勾完 一圈勾完 再一次 四圈勾完 一圈勾完 六分之后 一圈勾完 一圈勾完 就成功了 二圈勾完 一圈勾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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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最后一针呢 就是在短针的 刚开始短针入针 针末呢 你勾一个引拔 然后第四圈就算结束了 接着来勾第五圈 大家就听我的讲解 先在锁针的地方勾一个短针 然后勾三个锁针 好锁针之后勾一个长针 一个锁针 这唯一组要勾三组 就都是在同一个锁针动员里面进行的 勾三组 就是三组一个长针一个锁针 这样子勾三组 三组之后再勾一个长针 好长针之后勾这个时候勾三个锁针 一个短针结束 这样子呢 这样子就是一个花形就算勾完了 下面一个花形呢 下面一个洞也的花形又有点不一样 先勾一个短针 然后勾七个锁针 然后回到倒数 我们这个时候要注意一下 就是回到倒数第四个锁针的部分 锁针呢 就是它那个 对单独的那根辫子 回到第四个辫子 就中间处 中间的部位 去做个引拔 引拔完成之后 继续勾三个锁针 对 这样呢 就算完成了 一个花托 一个花叶 左边那个 右边那个是 第一个勾的是花托 然后后面一组勾的就是 就是花叶子的部分 然后呢 要以这个规律 一直勾 勾十二 十二次 十二组 那我们再把这个 花托的部分 总结一下 就是左右 各 一个短针 三个锁针 然后中间呢 有四个长针 长针之间 用 长针之间 用一个锁针 作为间隔 这样可能好记一点 大家也可以看我的演示 好 这花托勾完之后 就开勾叶子的部分 一个短针 然后七个锁针 然后来到 倒数第四个 第三个部分 勾引拔 然后大家就把这一圈 勾完 然后我们在其他花 花朵的部分 我们就在下一集 给大家分享 就在下车 然后再来 进一圈 然后再来 一圈 下车 就会 进一圈 进一圈 再来 到这个地方 进一圈 停 再来